还未等叶辰反应 那斩龙问天剑便是感受到了外界的一切 直接冲了出来 斩龙问天剑有着斩龙剑的剑灵 无数次生死之间 他和叶辰有着极强的默契 他直接冲出轮回目的 剑光闪烁 刹那间便悬浮在叶辰的面前 斩龙剑 叶辰轻轻地呢喃 更是伸出手摸了摸悬浮在身前的剑 剑身冰冷却有着一丝温热 一个来自剑身一个来自剑灵 你可愿意和我并肩作战 叶辰道 愿意 让叶辰意外的是 斩龙问天剑竟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叶辰完全被吓住了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便是看见斩龙问天剑之上悬浮着一道虚影 虚影模糊背负双手 却能感觉到轮廓和叶辰一模一样 眼看那巨兽吞噬而来 剑身之上的虚影勾勒出一道弧度 我为牧主而生 已为牧主而死 斩龙问天 身影冰冷 下一秒剑意穿透一切 斩龙问天剑向着雷剑云和郑长老的力量而去 当触碰到巨兽虚影的刹那 直接撕裂 顷刻间 无数剑影覆盖天地 直接向着雷剑云和郑长老而去 漫天见光 剑气四溢 这 这是什么剑 雷剑云彻底震住了 他在昆仑虚 见过无数神剑 却从未见过眼前的斩龙问天剑 关键这剑中的剑灵 居然出现在了剑身之上 这是上古之剑才有的异象 现在为什么出现在此地 郑长老全身发凉 他在看向夜晨 只有无尽的恐惧 本就受伤的两人 只感觉一座飓风镇压而下 郑长老伸出手 下意识想要破开 却没想到剑意缠绕着他的手臂 当场撕裂 啊 嘶吼之声响起 他想要摆脱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他只能承受那无尽剑意 穿透全身 斩龙问天剑就这样撕裂了郑长老的全身 他的两只手都被无情斩断 身上大大小小的伤口足足有百处 他心中唯一的想法 便是活下来 但是在这柄剑前 他根本没有能力抵抗啊 雷剑云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身上伤口越来越多 如果不是因为炼体 他的肉身 估计早就承受不住了 他看了一眼远处的夜晨 他很清楚 想要摆脱这神剑 唯一的办法便是斩杀夜晨 不再犹豫 他逼出一滴精血与霉心之上 精血燃烧迅速向着夜晨掠去 眼看就要触碰到夜晨 后者冷冷一笑 五指一握 剑来 刹那间 红光仿佛穿透时间的长河 落在了夜晨的手上 手握斩龙问天剑 夜晨竟然发现丹田的真气 正在疯狂地恢复 他这才想起 这斩龙问天剑 可是藏着一条小型龙脉啊 这不灭之主 简直送了一份大礼给他呀 他看向迎面而来的雷剑云 淡淡道 你我本没有恩怨 你千不该万不该 就是加入血蒙 下一秒 夜晨手中的剑动了 一动 惊风云 二动 气归身 万道剑爵 无上剑法 斩 手中的斩龙问天剑 仿佛汇聚成一道万丈长剑 直接向着重伤的雷剑云劈去 这一剑 隔绝了生死 雷剑云眼眸瞪大 在万丈剑影之下 他发现自己无比的渺小 斩神 这一刻 这荣誉好像是耻辱一般 连一个滑下神游镜的小子都杀不死 斩神个屁呀 他很清楚 这一战 血蒙注定全军覆没 百道生命名牌震碎 盟主和护法大怒 整个昆仑须血蒙都要地震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便是眼前的青年 野辰 这一剑骤然落下 日月无光 山河震动 雷剑云想要阻挡 却发现根本不可能 他嘴里不断地吐出鲜血 狼狈到极致 再也承受不入 他那阻挡的手臂直接被劈裂 仿佛半边身子都被斩断 强大的剑气更将他震飞出去 他足足飞了十几米 整个身体重重地砸在了飞机之上 剑气漫天尘埃 而江南省飞机场上 却是出现了一道深深的剑痕 宛如天剑 看到这一幕 天台之上围观的人倒吸了一口凉气 不光百人被叶辰斩杀 那气息极其恐怖的两人 却是失去了战斗能力 叶辰以一人之力力挽狂澜 天哪 叶先生赢了 叶先生居然在百位昆仑须强者手上 都能游刃有余地斩杀 此战之后 叶辰的名字估计要响彻整个昆仑须呀 你想多了 所有人都死了 谁把信息传到昆仑须去呢 这个秘密我们必须烂在心里 否则后患无穷 所有人本以为战斗结束了 叶辰无情地死在两大强者的手中 却没想到 结果再一次让人大跌眼镜 叶辰居然一剑碾压 意气风发 一招 这叶辰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才二十来岁啊 二十岁 从江城第一人跨越到华夏第一人 只不过半年 现在莫非这叶辰还要成为昆仑须第一人 他会是第一个从华夏走出的昆仑须级强者吗 那些围观的人心中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此刻 叶辰一步一步向着雷剑云和郑长老走去 两人只能躺在地上仰望叶辰 他们的毛子充满怒火 却是无可奈何 但是他们的表现更是不一 郑长老支撑着身子跪在叶辰的面前 叶先生 使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请叶先生饶我一命 我的境界在昆仑须不算弱 我愿意离开血盟 为大人奴仆 给大人做牛做马 雷剑云恶狠狠地瞪了一眼郑长老 怒声道 你在说什么 你为了活命 竟然出卖血盟 要是他妈的被盟主知道 你可能承受盟主的愤怒 郑长老丝毫不理会 继续向叶辰求饶 如果不求饶 那便是现在死 求饶说不定还能活几天呢 叶辰见风落在了郑长老的身上 淡淡道 我只想知道一件事 我的父亲叶天正 可被你关在血盟地牢之中 郑长老看了一眼 斩龙问天剑 毛子缩到极致连忙道 叶先生 我知道我知道 我向您发誓 我没有动他一根寒毛 他在血盟地牢之中好好的 突然他想到了什么 连忙寄出了一块血盟玉佩 上面刻着天牢二字 叶先生 这玉佩便是进入血盟和那地牢的钥匙 那地牢是上古困牢 除了两把血盟的钥匙 没有其他办法可以打开 还有一把钥匙在盟主那里 还有 您的父亲体内有一道力量保护着他 血盟不管动用什么手段 都破不开这道力量 这也是我们调查中断的原因 叶辰五指一握 玉佩直接落在了手心 他能够感受到玉佩之中的神秘力量 必然和一道阵法有关系 对方应该没有骗他 既然拿到了钥匙 这郑长老便没有价值了 叶辰杀意释放开来 叶先生 不要杀我 我的实力足以成为你的奴仆啊 至少可以帮你解决很多事啊 您肯定要进入昆仑须 甚至血盟 我刚好可以做一个引路人 感受到叶辰的杀机 郑长老连忙到 声音更是颤抖 叶辰冷笑一声 一剑落下 郑长老的头颅就这样落在了地上 双眸瞪大 猙獰无比 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真的会死 血染大地触目惊心 叶辰眼神只有冷漠 哪怕这些人有再大的价值 他也不会溜 随后 叶辰的眸子又落在了雷剑云的身上 而斩龙问天剑却是触碰对方的脖子 无比冰冷 雷剑云上半身笔直 没有丝毫具意 他死死地盯着叶辰怒声道 我不会求你 你要杀便杀 叶辰嘴角勾勒一道笑容 突然道 刚才 你是不是问我 叶士天的消息 如果我没猜错 这一次 你们大军压境 这应该主要是用来对付叶士天吧 雷剑云听到叶士天的名字 眸子一缩冷声道 那又如何 那我就满足你吧 既然你想知道叶士天 我今日就让你见到叶士天 下一秒 叶辰手指掐绝 手心散发了一道光亮 更是在面前一抹 瞬间 叶士天的面容显露 桀骜不驯的雷剑云 瞳孔瞪大 心中掀起了万道骇浪 无数的疑惑在这一刻解开 雪龙 强大的战力 逆天渐计 他伸出手指着叶辰道 你是叶士天 怎么可能 我 我早就该想到的呀 叶辰嘴角勾了一道笑容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便可以安心地送你上路了 见起 见落 鲜血喷洒 一枚头颅就这样落地了 血战殿战神雷剑云 就此陨落 血战殿百人 就此葬生滑下 而斩杀一切的却是一个青年 天台之上 所有人的震撼已经无以复加 他们心中虽然激动 但是更多的却是恐惧 如果叶辰对他们出手 他们怕是连一指都无法抵挡吧 那位老人也是收回目光 看向在场的所有人 今日之事 列为华夏顶级机密 你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 被华夏彻底控制 第二 我会派人抹出你们的记忆 老人很清楚 此事太惊世骇俗 一旦传出去 后果无法估量 他必须扼杀一切消息 散落出去的源头 只为保护叶辰 我会派人的心 还会派人 那你有什么事 我都看不过 有什么事 这些人